生命日記 幕後特輯 我現在願意大同 在手錄彈投擲場 做第二次投擲 投擲 大同用他管小精幹的 加上去奶的力氣 沒想到結果還是 我也簡單 大同也搞不懂為何會這樣 只能悶到最高點 大家好好投擲時間 大同媽媽沒告訴你 不可以說謊話 你得被人家K 好清楚 想像是也是 好準哦 好準哦 受誰究竟受誰 這麼正義維持公道啊 知道了 不這樣回來哦 明明就很精釋 今天又試一次 明明很精釋 要演得很不精釋 好 來 一個人看一看 因為讓我多委屈啊 沒關係 我要見證的時候 應該就可以表現得很精釋 拍給大家看 希望你不會像四十歲的男人一樣 只會出一張嘴哦 記得你今天的承諾說到做到 路上無勇於手彈投擲手 做第二次投擲 投擲 看這位原住民投擲的手勢 想必一定丟得又高又遠的對吧 好厲害哦 我不知道 我想說丟一下 我還沒出力啊 連臂力那麼強 只有右手而已 臂力比較強 這個手是斷掉的 對 斷了 加密隨便投都還投這麼遠 噓 他說不能說 因為要低調 陸生賴虎與手人探投擲場 做第二次投擲 投擲 阿厚這應該是第N片投擲了 為何還是離地大的啊 這下你吃不完兜子走了 歡迎進場 不好意思 讓他看到我實力了 好厲害 爛掉了 想這樣也說實話嗎 就請再去練練吧 陸生蕭德基 在手榴彈投擲場 做第二次投擲 投擲 投擲手榴彈的記碼 可是蕭德基等了 許久才等到的螢幕住女校哦 很難得拍了半年啊 拍了已經半年的時間 我算是第一次投擲 上一次 距離上一次應該是四五個月前 那時候因為 現在剛來 然後導演也不敢讓我投 因為我很多姿勢都不太正確 所以看著看著學著學著 應該算正確的啦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怎麼投都不會過二十五個月 你看那裡 在搶嗎 二十五個月 感覺很近對不對 感覺很近 感覺你怎麼投都會投到三十五四十個 但是奇怪了 我怎麼投都投過二十五個月 別這麼沮喪嘛 相信有電視機前的新兵影迷鼓勵下 你一定能投出 比剛剛更好的成績 得起又沒一定精力到底 加油 真的耶 只有十八而已 但是你不要以為我是在做西洋 他真的只有十八 手無伏肌之力啊 這樣子接下來的建設 我看 我是結束難逃 不會啦 相信你在余班長的帶領下 一定會有驚人成績的啦 麥烏子 我帶你去便利商店